天主聖三節 今日有些傳道人和批評家都經常嘆息地說 今日的人很多方面都比不上以前的人 比方在我們對天主的信仰和行為上 我們看到跟以前的人有很大分別 在今日《讀經一》的時代 我們看到以色列子民 他們很記得天主的偉大事跡 創世紀記載天主創造這個天敵 又記載天主打發梅瑟去打救以色列子民 梅瑟曾經演過十個大奇跡 帶領以色列子民走向致入 帶他們渡過紅海 在抗野裏面沒東西吃 也為他們顯奇蹟 從天降下天上的色德 而在西大山上頒布十屆 使他們懂得如何跟隨天主的旨意 而得到真正的幸福 所以以色列子民 時常都感覺到天主與他們同在 他們要不斷地感恩 雖然如此 在《出谷記》裏面 又開始記載他們反叛了 他們拜金牛 而不再敬拜天主 所以今天的《出谷記》 帶出了梅瑟苦苦地 哀求天主放過以色列子民 不要定他們的罪 給他們的機會去悔改更新 為何我們人得到天主這麽大的恩寵 天主為我們創造了這麽多東西 我們都會變得這麽忘恩負義 是否因為我們忘記了天主呢 今天我們要過天主聖三節 天主無論在外在 內在方面 都好像給我們很多的恩典 比方在外在方面 天主創造這個世界 聖子救贖了這個世界 聖神聖化了這個世界 而在外在方面 我們看到天主對人的親切 認真和愛 天主聖三的共慾 也是我們合法的榜約 我們特別在天主聖三身上 學到團結共慾 人類才會有真正的幸福 但當我們寧願來了天主的時候 才會出現爭論衝突甚至戰爭 以此 聖子民在痛苦當中學習到悔改 回到天主身邊 我們才能夠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安 有些人覺得 天主聖三身 到底跟我們每天的實際生活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每天過的生活 似乎是跟天主沒有關係 其實不是的 你細心點看看 我們每天 比如我們 整理我們的房屋 希望我們能夠整整齊齊齊的住屋 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 那些牆 舊夠了 我們會翻身 我們會柔柔 我們每天都打電腦 每天都洗衣服 這些生活 是不是真的跟天主聖三無關係呢 既然天主給我們看到的是不斷的創造和保存 我們在做的事 又不斷地繼續天主創造的工程 我們創造生命 我們保存生命 我們環保 我們做的一切都表現出我們是繼續天主的創造 我們扮演了父親母親的角色 我們做建築的 做設計的 我們甚至保育的 全部都是模仿著天主的創造 和天主的保存 所以為什麼說沒有關係呢 我們人有同情心 我們醫治別人 我們包容別人 我們服務別人 我們寬恕別人 我們在做的都是效法聖子維修的工程 聖子關心我們 治療我們的狀傷 歡笑我們的罪過 服務我們 全部這些聖子關心人的工程 都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是可以反映出來的 而最後 聖神的角色 就是要發揮智慧 啟發我們的思維 所以當我們不斷進修求學問的時候 是聖神帶領我們的思維 不斷地進步 當我們看電視 比方看大長根 醫道 我們看完大長根之後 我們學會了智力更新 不可以放棄 努力就會成功 這些都可以說聖神願意以不同的方式 推動我們向前 所以我們要不斷反省 我們相信我們的進步 特別我們思維的進步 都是賴天主聖神的大力 我們怎麼可以說 我們的生活跟天主聖三無關呢 所以只要我們記得天主 我們的生活會大大地改善 或者在我們的生活的改善當中 我們會知道是天主在 要我們同在 和以前 和天主聖神同在 是一模一樣 有天主 我們就有幸福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 天主聖三節 不是一些紀念 而是真正正 給我們實際 includes 在我們實際上 生活有關的 谢谢大家